主席請邀請主委 請主委 江維也好 主委好 主委 那個在你的報告裡面 有提到這個營造客裝生活環境 跟打造整體意象這一部分 那本席在過去也曾經邀請您到 到東四石岡這些三層地區 這是過去大普客家文化的一個 現在大概唯一在台灣有保存的 而且還算存在的 那我們也提到說怎麼樣去建立 當地的一個客家的意象的標的 這個我從黃玉政主委時代到您 可是到目前為止 似乎我們客委會這邊都還沒有任何的規劃跟動作 那就不要談說績效的部分 所以這部分我是覺得 客委會的部分我不曉得困難是在哪裡 因為我覺得幾乎客委會都把客家的資源放在北部跟南部 可是對於中部的這一部分 我覺得相對欠缺很多 就從一個最簡單的客裝的意象 這部分的打造 我覺得是對台中來講 尤其對東四地區來講 是忽略的 那這部分我想聽一下主委 到底是有什麼樣子的困難 那為什麼這個 起碼我過去兩三年以來 我一直希望我們行政院扣委會 能在這部分有所幫助 雖然說把當地的新丁榜節納入十二大節慶 但畢竟那只是一個節慶 那這個節慶是三天的活動而已 那我們更需要的是 你如何把現在既有的當地的客家文化 做一個通盤的了解 規劃 整理 然後能夠有一個計畫出來 我舉個例來講 在當地大茅埔地區 那幾乎是客家莊的那種 非常非常傳統的聚落 我都覺得說那個地方如果好好的整理 能夠賦予它新的生命 不只是對文化的傳承 其實觀光效益也非常之大 可是我覺得很可惜 幾年下來行政院課委會也好 地方的課委會也好 都沒有人去理它 我覺得是非常可惜的 然後客家資源 全國的客家資源 我覺得對中部地區相對稀少 這是非常不公平的地方 跟委員報告 那這個大埔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會成立一個專案去做處理 分兩方面 一個是它語言傳承的部分 另外一個是生活營造 客家意向融入的部分 那客家意向這個生活環境融入客家意向 我們也曾經跟新任的劉主委 台中市的劉主任委員聯繫過 那目前他還沒有提出一個客家意向的構想 因為要他主動提案 不然我回過頭來 我們也會去輔導他們去做這個提案 我當然對於民眾來講 不會去管你是中央還是地方 民眾要看到的是 你到底有沒有重視我 那所以從過去其實 那個前主委的時代 不管是王立正主委還是你 還是地方上是這個 之前賴主委的時代 其實這個問題我都談很久了 可是我搞不清楚 我也不懂 為什麼中央跟地方的客委會 沒有任何的動靜 我也找郁政主委 也找你 都在地方上 跟這一些代表 客家的代表 大家都談過 可是就是談完之後 每次給我的答案都 我們會有一個專案的計畫 幹嘛幹嘛的 專案計畫 感覺變成是非常好的一個托詞 反正我就專案規劃 專案計畫 然後最後到目前為止 至少到目前為止 我可以看到什麼 我沒有辦法看到什麼 至少在客裝意向的 打造這一部分 對於大普客家鄉親來講 對於東市來講 對於那附近三層地區來講 我們沒有任何的建樹 好的 我想這樣子 就是說我希望三個月內能夠 我們不能只是給他 所謂的十二大節慶 或者拿幾場什麼客裝大戲來演一演 就算了 我們今天一直在講說 客語為什麼會流失 年輕的客家小孩為什麼不講客語 家長為什麼不跟小孩子講客語 是因為講客語沒有優越感嗎 是因為講客語沒有用嗎 是因為講客語不被認同嗎 我覺得與其你們在推動這一些說怎麼樣來趕快交客語 你要一個問題緩解你要去了解 為什麼不講客語 障礙在哪裡 這個障礙在哪裡 所以不是只有語言本身你交不交的問題 而是那個環境你有沒有給他 我相信如果今天 在所謂的客裝裡面 大家的食衣住行都脫不了客語 甚至我今天到公所去辦公 那個跟我對話的人就是講客語 你認為當地的小孩跟教育 他要不要教客語 他要啊 這個是中央跟地方要配合的啊 地方政府可以跟這個 那個客裝的公所講啊 你要洽工 這客語就是官式語言之一啊 對不對 這個方言是我們地方工作的這些同仁 必備的語言工具 你有這樣子的語言的能力的 我優先調到這裡來啊 對不對 否則如果說政府帶頭根本就不講不做的時候 你今天教他這個幹嘛 他說我到公所去辦公 我還不是要講國語 我還不是要講中文 我為什麼我要講客語 我搞不好去那邊我要講明南語 更流暢 更容易溝通 那他不需要講客語嘛 所以你教的全部都白教 只是為了測驗而已 鑑定這個鑑定沒有意義啊 我老實講沒有意義 今天只要客裝的客語人口可以保存 那是你的重點 你說你在外面客裝以外的客語啊 我們必須面對現實啦 強勢語言是什麼 對不對 這一樣的到底在國際上 為什麼之前美語 英語是強勢語言 現在今天中文變成另外一個強勢語言 跟你的環境有關係啊 跟你的實力有關係啊 所以現在對你要保存客家文化 客家語言 你最重要的是把這些客裝鞏固好 如果客裝沒有辦法鞏固好 你的基地都沒辦法鞏固好的時候 你在外面推廣在座的客語 我跟你講效果不大 然後最後搞得你自己客裝的怎麼樣 的語言能力跟文化能力都在流失 你都沒有去顧它啊 所以我們要客人會做的事情 不是說做這些虛無緹緹 然後在空氣中的 要扎實的東西 所以客裝 到底哪幾個客裝 你去把它identify出來 把它找出來 哪一些客裝 它的優勢是什麼 一個一個去把它打造起來 那個會非常有特色 尤其在一些城市當中 當然你說桃竹苗 這個是客家人口相對多的地方 感覺上會好像這個 到處都是客裝 可是像台中這種地方 客裝就只有一兩個 你應該花重點的心力 把它栽培起來 把當初的文化富裕起來 然後讓語文跟文化保存在那邊 我覺得這樣與其你在那邊 外面推很多 客運認證都會好很多 但是這一點我很失望 到現在我沒有看到 客委會有任何的規劃 要做相關的事情 謝謝委員的提點 我想三個月內 主席抱歉再給我一分鐘就好 三個月內 我們會對真的客家意象 融入整個生活環境裡面去做處理 三個月內規劃 但是要做什麼 我覺得 你還是要具體的行動出來 我會跟那個地方政府的 很多東西 你如果只等待地方政府的話 那我要中央政府幹嘛 沒有用嘛 你中央政府如果沒有辦法 帶領跟強勢主導的作用的時候 地方政府他也在等你啊 你以為地方政府他真的會主導啊 他也沒有能力主導啦 他也是靠中央政府去領導他 對啦 我們引導他們 好不好 最後一個 客家會議 全國客家會議 今年在哪裡辦 在六堆 在六堆 以往都在哪裡辦 台北辦 台北六堆 台中沒有辦過嘛 是 然後你們有北中南的那個分區會議嘛 是 我請問中區在哪裡辦 苗栗辦 苗栗辦 台中也沒有辦過 所以光這些我們可以看得到就是 當然啦 我從我自己本席所在的位置角度來看 我會覺得 你好歹也重視一下吧 好 對不對 也到不同的客廠去辦一下吧 不要都集中在特定的這種 我們認定 好像這個 這個 意識形態上認定的客家地區啦 很多需要你是重視的地方 你拿出具體的行動出來 對不對 舉個例來講 你如果客家會議 或者中區的會議 到我們東市來辦 大家不是很高興嗎 而且我們全國客家市民主管會議 我有被重視 可以選擇在東市辦 好不好 這可以嗎 可以 主委我希望你說到做到 是的 謝謝 謝謝 的地方